美日電訊報3月1號報導稱 有33所英國大學的科學家 與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或其子公司進行合作 並與中國學者共同發表論文 這些大學中有18所屬於羅素大學集團 該集團由24所英國頂尖高等學府組成 其中包括倫敦皇后瑪麗大學、利物浦大學 劍橋大學、愛丁堡大學和曼徹斯特大學等 報導稱 這些英國大學選擇合作的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 直接受中共軍事委員會的監督 曾因幫助中共開發核武器、發展軍事科技 而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 還有一些英國學者與中共科學家共同發表了數十篇論文 有的英國高級科學家既在英國大學任職 同時也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 從這種滲透可以看到中共它是口蜜復健的 嘴上跟英國這邊關係非常的好 雙方談合作實質上是在掏空英國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這些事情的背後很可能涉及到 與中共的利益交換關係 像這種行動不是單純的 只是僅僅實現在英國的教育界 從中共滲透的深度和廣度來看 英國政界紛紛敦促英國政府和大學採取緊急行動 停止有風險的合作關係 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欽達形容 英國學者與中共的這種聯繫非比尋常 很可能會危害英國的國家安全 另一方面是英國表現出了這種懵然無知 折射出了中共對英國的很多的部門 很多高層的人物已經有了意義的誘惑和滲透 所以才導致英國反應如此的遲鈍 電訊報評論指出 這些聯合項目表明 英國納稅人的錢和英國政府的頂尖科學設施 都可能被用來幫助中共的核武器研究 這不僅僅在英國有在全世界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 比如說在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新西蘭、法國、德國 都是很普遍的 只是現在在英國被揭露出來 所以我說這是觸目驚心的很 面對外界的質疑 英國政府發言人回應表示 英國不接受與損害我們國家安全的機構合作 政府將查明並減輕干擾造成的風險 此前 英國多家媒體披露 英國政府的安全部門正在對200多名英國學者進行調查 他們涉嫌幫助中共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如果他們觸犯2008年出口管制令的罪名一旦成立 可能面臨最高10年的監禁